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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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知计划败露 就来了个杀人灭口 可是为何有人要对我下药呢 昨日 多亏八弟救了我 可是那个 知道内幕的小太监 已经被人灭口了 昨晚我和玉仙侍卫 一起去追查黑衣人 可我们到的时候 黑衣人已经逃脱了 看来 看来这个黑衣人对皇宫的地形甚是熟悉 如果按照这个线索查下去 一定能查到什么 书院说得有理 我亲自去查 我亲自去查 看看有什么新的线索 好 去吧 殿下 内务府总管灵大人求见 婢女先行告退 你 无妨 我想你留下来 陪着我 小莲子 让她进来吧 这 参见太子殿下 免礼 平身 今日不是发疯之日 总管大人 找我有何事啊 回禀殿下 臣在死者身上 发现了一枚 不属于宫廷的腰牌 可是 纳兰家的腰牌 年姑娘好眼力 这正是纳兰家族的腰牌 纳兰家家奴 人人都有这样的腰牌 这么说来 陷害本太子的 就是纳兰家的人对吧 很有可能 纳兰明珠一向对太子不满 若真是她 太子一定要禀承皇上 严查纳兰府 太子殿下 婢女以为 此事定有蹊跷 此话怎讲 婢女认为 这是明显的栽赃陷害 若我是凶手 绝对不会带 会暴露自己身份的物件 出门的 言之有理 请殿下给婢女一些时日 婢女定会查明真相 还请殿下 先不要将此事告知皇上 起来吧 怎么纳兰家的事 看着比你自己的事还紧张啊 我答应你便是了 谢太子殿下 好 灵婆 做得好 先下去吧 臣告退 纳兰家的腰牌 回来了 娘娘 下去吧 是 早就觉察那个小太监不太对劲 结果奴才跟踪发现 他果然是索额图的人 人呢 奴才给杀了 没人看见吧 没有 那就好 回头 你跟哥哥说 他周围的人 要调查清楚了再用 这 还有 那个贺兰呢 娘娘放心 我已经警告过贺兰了 她断然不会乱说 回头 等你有空的时候 把本宫周围的人 也好好彻查一番吧 喳 忠贤 你看我 新染的指甲好看吗 好看 好看 所额图 你不仁 那就比怪我不义了 来 年家小姐 李管家 我这 刚好是要去你府上拜访呢 请问 纳兰公子在府上吗 这可真不巧 少爷在外面云游四海 一直都没有回来 那您可知 他何时会回来吗 这个您也知道 我家少爷自由惯了 什么时候回来 还真没个准信 那他可否留有什么书信 或者留句话给我 少爷还真没留什么 真的什么都没有吗 不好意思 既然如此 那书园就先告辞了 那劳烦您 帮我向纳兰大人 和纳兰夫人问声好 无碍 小姐慢走 嗯 老爷 你和他刚才说什么呢 回老爷 年家小姐 是在问少爷的踪迹 你可有将少爷 迎娶卢府小姐的消息 告知年蜀员 老爷吩咐的是奴才 怎敢告知啊 此事若是让年书园知道了 可就节外生枝了 那少爷那边怎么办 自从老爷以命要挟 强迫少爷迎娶卢家小姐后 少爷就离家 至今未归呀 无妨 我的儿子我知道 等他想明白了 自会回家 现在出去散散心也好 是 宫中盛传 太子数一年数元 既然他年家 与我纳兰家注定是死对头 现在要牵扯皇家 看来只有把姓德的昏半了 他们才能死心哪 老爷英明啊 跟我去趟卢府 是 起轿 太子爷您看 这个盒子会响 会响 您等等 好 拿去给淑源玩 太子爷 太子爷您慢点儿 太子爷 贺兰姐姐 小姐您可算回来了 都要急死奴婢了 今天是怎么回事啊 一个个都奇奇怪怪的 小姐 您这一整天都跑哪儿去了 我去找纳兰哥哥了 我想亲口问问他 那封信是什么意思 既然纳兰公子对小姐如此绝情 小姐为何还要去找他呀 小姐为何还要去找他呀 我怕他出事 出事 他能出什么事 难道 小姐还想着他 有些人啊 有些人啊 不是说忘就能忘的 有些情 也不是说放就能放的 所以你才要求本太子给你时间 还纳兰家清白是吗 太子殿下 怎么 没找到情郎不开心啊 不是 不是什么 如果不是我正好听见 我还不知道你喜欢纳兰姓德 你到底要瞒我到什么时候啊 我何曾瞒过太子殿下您 我一直都仰慕纳兰姓德 可以吗 念淑媛 你怎么可以这样 你明明知道我喜欢你啊 可是我不喜欢您啊 请太子殿下 不要再缠着婢女了 我真傻 我还以为 你是为了帮我查清楚 有真相 才要求我给你时间呢 没想到 你是为了心爱之人 我 原来都是我一厢情愿 是 是 殿下 殿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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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莫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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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 免礼 挤奏太子 奴才现已查明大学士明珠 公然收受贿赂 名麻标价 售卖官位 其上报提拔官员 均是售卖作得 殿下 所恶毒血口喷人 请太子殿下查明真相 还奴才一个清白 所大人 以师父有证据 证明所言属实 回殿下 奴才若无真凭实据 怎敢随意指证明珠大人 现已查明 胡广巡抚张谦 本事福建不证实 以赴明珠大人 仗势贪报 百姓早有怨言 殿下 冤枉啊 这个人北辰根本不认识 殿下 这是张谦的认罪书 请殿下过目 这是 players Stanford 就贴上 黛君 我 殿下息怒 俗话说得好 蛇咬一口 入骨三分 此事在未查明之前 不要妄下决断 还请殿下三思而行 年大人 此言诧异 若明珠大人没有受益于他贼人 为何这么多人不咬 偏偏咬着明珠大人不放呢 佐托 你这个卑鄙的小人 我明珠对大清忠心一片 天地可见 怎会做出这种火国殃民的事情 殿下 若如此不明示例 不替微臣洗刷冤屈 臣这就上报皇上 替微臣做主 放肆 好一个明珠 竟敢拿皇阿玛拉雅本太子 明珠不敢 不敢 我看就没有什么 你不敢做的事吧 如今你收受贿赂 欲绝卖官 证据确凿 走 你还想抵赂呀 殿下 殿下 若如此糊涂 恐将难成大事啊 你竟敢侮辱本太子 殿下 可曾记得 皇上临行之前 让臣等辅佐殿下 可殿下却如此地不成器 明珠 愧对皇恩 大胆 传本太子旨意 大学士纳兰明珠 欲绝卖官 收受贿赂 罚禁租一月 停奉半年 且所上报之人 全部留放边疆 任何人不得求情 太子 万万不可 此事尚未查明 还请太子三思而行 本太子说了 谁都不许为其求情 退朝 殿下 殿下 太子 所图 我和你没完 明珠大人 还是把后事处理好吧 小林子 我说了 殿下 你即刻出宫 去一趟索额图府 吩咐索额图去找拿来姓德 将他带回宫 喳 总管大人 奴才给总管大人请安 你怎么在这儿啊 奴才奉太子殿下之命 来见索额图大人 这不正要回宫交差呢 那你去吧 总管大人 奴才想问您 这下个月的月凤能不能 这 你放心 谢总管大人 奴才先行告退 来 索大人 来了 上次之事由傅大人指托 请大人罪责 起来吧 上次之事 也不能全怪你 只因那太监形势不够谨慎 被马忠贤灭了口 大人明鉴 不过正好 也帮了我们一个大忙 最起码 让太子的心中 对明珠 起了忌惮之心 告诉你的人 继续监视会妃的行动 一定要观察 明珠的动向随时禀告啊 折 好 还有 赶快找到纳兰姓德 接下来的事 你知道怎么做 好 下官明白 小心行事 折 纳兰姓德 纳兰明珠 列祖列宗在上 儿媳不暮不胎 向你们请罪了 赠孙 赠孙 印仍 年少轻狂 容易意气用事 儿媳惶恐 又朝一日 他那储君之位不保啊 如今 是玄业执政 他最忌讳后宫干预朝政 如今 儿媳已是风烛残年 时日不多了 恐无力保住 印仍的太子之位 为此 儿媳只能告罪列祖列宗 原谅儿媳的无能吧 一番 跪下 尹仍 你可知错 曾孙不知错在何处 你今日 在朝堂之上的所作所为 哀家都已经知晓 可你却说自己 不知错在何处 你想没想过 你正做的后果 是什么吗 曾孙没有错 本来就是纳兰明珠 欲绝卖官在前 曾孙只是以大清律力 给予小惩大戒罢了 什么小惩大戒呀 不要说明珠 那些拿不上台面的事情 就是满朝文武的所作所为 哪件能逃过你皇阿玛的眼睛 你还逞这个 罚那个 你有没有想过 你皇阿玛 为何对此事置之不理呀 曾祖母息怒 一人知错 众所周知 明珠和所额图二人不合 可你皇阿玛从来没偏袒过任何一方 为何 为何 就是为了让二人互相制衡 来维持朝堂的稳定 可你呢 你错伤了明珠 偏向所额图 朝堂大臣见势势必依附所额图 所额图 夺势专权 就必成隐患 你懂吗 曾孙未想及后果 确实露鲍 求曾祖母责罚 起来吧 你要记住 帝王处事 切记心服气躁 学学你皇阿玛 在朝堂之上只问不答 做到心中有数 让所有的大臣们 猜不透他心里的所想 而他却能掌握大臣们的想法 只有这样 他们才能忌惮你 对你更加忠心 你懂吗 曾孙谨记曾祖母训言 你呀 年纪不小了 该为你纳妃收收性子了 哀家看那年丫头 聪慧过人 太子对她也一往情深 你何不把她 收进自己的宫中呢 正因为曾孙儿 对她用情至深 不想强迫她 强扭的瓜不甜吗 我希望 她能心甘情愿地嫁给我 你这个孩子呀 就是心气太高了 是 聚 起来吧 喂 李 你们是何人 为何耽误去路 我会有什么人 杀 说 究竟是谁指使你们来的 我不知道 我只是听命行事 不说 信不信我杀了你 我说 所额图 你这个老匹夫 你等着 老爷 您这是在跟谁斗气呢 夫人 妹妹托人送来书信 说所额图已经将新府 安排至我府中了 老爷何必动怒呢 此事还要再彻查一番才是 我当然要查清楚 所额图你就等着吧 等等 杏德 最近有什么消息吗 老爷 老爷 别慌别慌 慢慢说 老爷 夫人 少爷受伤了 你说什么 少爷受伤了 刚抬回府里 快 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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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夫 我儿伤势如何 好 惠大人 公子并未伤及要害 只是失血过多 需要好生敬仰 那好 你哭什么呀 大夫不是说了吗 性德不会有事的 我可怜大人 去 到账房 给大夫拿五十两银子 是 谢大人 大夫 大夫 请 今时分带一人 渐渐便渡人 暗逆无声一色 拂过了清晨 有缘垂交宫门 谁人默默听闻 爱过一抹红尘 华无尘蝶 清白凋零我自忍 地宫无非错对 在梦里试魂 窒息怎怪年论 殖留一声 独留一生 积恨自都 极盆 一舞人生 独守难地 十人 很心滋温 你爱我 勇于其分 如若一生 却终究百分 掩盖青丝 辜负了眼神 愿天又热 无奈星辰 拘留一道红门 红天又深 绝口不提悔恨 虚度青春 看流年回想 水晶风轻当时的我们 一笑清晨 黄尘蝶 青白凋零我 此人 提供无非错 对在梦里试魂 只惜怎怪眼泪 独留一生 情恒自多几本 一无人尘 不少难递是人 任性滋温 你爱我有几分 如若一生 却拯救白凡 掩盖青丝 辜负了眼神 愿天又热 愿天又热 无奈星辰 拘留一道红门 宫廷有深 绝口不提悔恨 虚度青春 看流年回想 水晶风轻当时的我们 一笑清晨 一目人尘 不少难递是人 难清自问 你爱我有几分 如若一生 却拯救白凡 该青丝 辜负了眼神 愿天又热 我该心神 去留一道红门 宫廷有深 绝口不提悔恨 虚度青春 看流年回想 水晶风轻当时的我们 一笑清晨 孙低 geworden 孙低 아직湿 conna成您 说 none 否 kanske 不得 你